在美中两国之间新的关税即将生效之际 特朗普总统表示 两国的谈判代表星期四 在另一个层级举行贸易磋商 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 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是 那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早间呢 是在美国福克斯基文电台的一个采访中说 他说美中双方星期四计划 在一个不同的层级展开贸易谈判 以缓解贸易紧张关系 不过呢 他没有具体说明 这个不同的层级指的是什么意思 特朗普总统说呢 他说让大家看一看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然后再来进行评判 那么白宫官员对媒体表示 这个美中两国是在多个层级上进行沟通的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是表示 他说中国的代表周末的时候 打电话给美方团队表达了 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 特朗普总统还说 美中两国将会重返谈判桌 但是中国方面一直否认有这样的通话 那上周五的时候呢 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在中国宣布关税报复措施之后 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 两国的贸易紧张关系进步升级 那在这个新的关税中呢 服装鞋类电子产品等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 将于9月1号正式生效 那上部总统还在推特上说 已经下令美国企业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方案 那在这个美中两国这个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之际呢 这个星期四也就是29号的时候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他表示中国有足够的反制措施 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是讨论取消对中国商品 进一步加征关税 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 他还表示两国正在讨论定于9月举行的面对面贸易磋商 但是进展取决于华盛顿能否创造必要的条件 那这似乎就意味着中国的立场有所转变 暗示中国不会立即对美国新的关税措施进行反制 让贸易紧张进一步升级 那么得益于这一些消息 华尔街股市星期四是出现大涨 收复本周前几日以来的失地 截至收盘的时候 纳斯达克是上涨300多点 涨幅超1.4% 道琼斯和标普500也都上涨大约1.2% 科技类工业类和芯片制造公司的股票 比如苹果微软公司的股票涨幅居前 但是一些零售类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百四百的股票 也还是因为关税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下跌 那我们知道最近几周以来 有关贸易战给经济造成的影响 是引发外界的担忧 尤其是有关经济衰退问题的担忧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长 年增长率为2%低于此前测算的2.1% 不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强劲 使得经济仍然保持缓慢 但是稳健的增长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 是再次敦促美联储有所作为 为美国经济注入更多的动能 他说经济非常棒具有巨大的上扬潜力 如果美联储做他应该做的 经济会像火箭一般的飙升 特朗普总统在我们前面提到的 福克斯新闻电台的采访中 他也是再次为他的关税政策辩护 他说关税是他谈判的主要工具 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让中国来谈判了 他还表示分开尼问题会是协议的一部分 包容 好的 我们感谢记者墨宇的报道